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赛德港 尽管我对这里并不陌生 但每次来到这里都会有一种新鲜和激动的感觉 英国首位诺贝尔将得主 鲁德亚德·吉普林曾说 如果你真的想寻找一个在外旅行的熟人 那么你只需要去到两个地方 坐下来等待即可 你的朋友迟早会来到那里 这两个地方就是伦敦和赛德港的码头 这两个地方的共同之处在于 它们都是人们来来往往交汇的地方 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伦敦作为大英帝国的首都 自然是一个全球的交汇点 而赛德港是东西方的交汇点 地中海和印度洋在这里交换水体 它是欧洲人进入印度洋 前往远东的门户 每当看到这座城市 我都不禁想起吉普林的这句话 你仿佛可以看到历史上的那些船只 从运河缓缓使入地中海 开启它们新的旅程 这座城市就像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令人对远方充满了期待 站在福阿特港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赛德港的温度 那些船只经历穿越运河的长途跋涉后 终于抵达空旺的地中海 仿佛于而从河流投入大海的怀抱 那种自然畅快的感觉 无为伦比 我们在福阿特港 登上了渡轮 渡轮的甲板上停满了各色的汽车 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夕阳西下 阳光如金色的液体一般 将整个港口浸染成浪漫的色调 停靠在港口的船只 两岸的建筑 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孩子们的笑声 年长者的低语 情侣间的甜言蜜语 交织在一起 每处景色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 每个人和每件事 都是这个大世界中的 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每一刹那都是生活的痕迹 海鸥在渡轮上空翱翔 它们的叫声和大海的声音融为一体 创造出一曲之属于海洋的交响院 发布的外面 洋漫人的转发 那是什么样的 大海的声音融为一体 是个小小的 产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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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